他拥有最强盛的国力 他拥有最强大军队 他拥有最开明的政治 他拥有最久远的盛名 他就是唐朝 一个让华夏子孙魂牵梦绕的朝代 然而盛名之下 他也曾别血宫廷 骨肉相残 也曾而与我炸血与腥风 让我们翻开大藏289年的历史 听大语话说唐朝 本节目内容改编自王爵仁著作血腥的盛唐 本书已由凤凰出版社出版 可在全国各大书店购买 捷草咸花遍地愁 龙争虎斗 济世修 抬头五月处 再看凉堂 进汉州 跟您续上一杯茶 我们慢慢的说您细细的品 听大语 话说唐朝 上期节目咱们说到哪呢 咱们说到 二圣殡天 李府国脅迫太子登基 螳螂捕蝉 成元镇暗中过河拆桥 宝影元年的夏天 戴宗李玉 郁闷地坐在长安城的大明宫里 深刻咀嚼着太阿道池这句成语的含义 上赋李府国 在一旁悠然自得地看着天子 心里也在品味着一手 遮天这个成语的含义 而与此同时 还有一个人 正在某个角落里 冷冷地看着李府国 他当然也没闲着 他正在玩味的是一句俗语 这句俗话叫 长江后浪推前浪 前浪死在沙滩上 这个人就是成元镇 成元镇并不是一个 只会玩味俗语的人 他还是一个善于实践的行动者 李府国刚刚体验了一个多月的上赋的生涯 成元镇就和戴宗李玉悄悄地走到一块堆了 正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 成元镇很清楚 新天子李玉对这个跋扈多年的老奴才李府国 早已经是深恶痛绝 之所以不敢动他 无非就是因为禁军在他手里 可是现在情形不一样了 几年来成元镇 早已经利用李府国对他的信任 暗中和禁军将领们打成了一片 所以眼下说呀 与其说是李府国管着禁军 还不如说呢 是李府国管着成元镇 而成元镇呢 管着禁军 那既然如此你李府国还凭什么玩下去 你尚无天子的信任 下无禁军的拥戴 唯一剩下的不就是成元镇 对你的一点忠心吗 可成元镇信的话 忠心算什么呀这年头啊 忠心不就是过河的那条小木桥吗 眼底我既然已经把河过来了 我何苦还留这条小木桥啊 留他吗 不留啊 于是成元镇就开始动手拆敲了 而这边呢 戴宗李玉自然是无比惊喜啊 有了新一代的宦官撑腰 他当然就不怕那丧心病狂的李府国了 这一年六月十一 戴宗李玉有恃无恐的解除了 李府国元帅行军司马 一起兵部尚书的职务 把他迁居宫外 以成元镇代理元帅行军司马 直到这个时候 李府国才猛然从一手遮天的美梦当中 惊醒过来 他默然发现这几年来 自己在禁军当中的地位 无形当中已经被成元镇给架空了 就像自己当初无形当中架空的宿宗李亨是一样的 为了避免杀身之祸 李府国主动提出辞去中枢令的职务 十三号 戴宗批准了他的辞呈 同时将他禁决为伯禄王 一世安慰 李府国上朝谢恩 一边谢恩一边哽咽着说 老奴没有资格侍奉皇上 就让老奴到地下去侍奉先帝好了 当然了 戴宗表面上免不了一番好言相劝 哎呀 随后命人呢 把他送出了宫去 你就好好的待着 好好的当你的伯禄王 哎 这个是不是啊 无所谓是不是啊 我不是要你的命的 你别急啊 说完了之后 等着这个李府国下殿的时候 戴宗心里想你别急 朕马上就让你下去 九月十九 戴宗又加授成元镇为 飘旗大将军兼内世监 至此成元镇呢 彻底取代李府国 成了朝中的首席宦官了 怎么样 刚才那句话 长江后浪推前了 这前浪可就得死在沙滩上啊 咱们前半说完了 后半前浪死在沙滩上 这半句呢 十月中旬 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 一条黑影 无声无息的潜入李府国的宅地 一日清晨 李府的下人们被一幕惨状 吓得魂飞魄散 李府国直挺挺的躺在 乌黑的血泊当中 向上的头颅 和一只手臂 已经不翼而飞 戴宗立即下令有关部门 追查凶手 能查出来吗 查不出来 有人猜啊 这个无头公案的幕后主使 成元镇 还有人猜呢 这幕后主使啊 就是戴宗皇帝本人 当然了 还有人说了 说不管是成元镇主使 还是皇帝主使 根本没区别 因为宦官成元镇和天子李玉 早就站在一块堆了 没错 宦官成元镇已经和天子李玉 站在一起了 就像当年宦官李府国 曾经跟天子李亨 站在一起是一模一样的 日月轮转 依次照耀着长城 依次照耀着大明公 曾经在太阁道池的处境当中 郁闷难当的天子李玉 发现 这一切总算是过去了 可他并不知道 所有让他郁闷难当的一切 终将再来 因为成元镇的权力欲望 看一点也不比李弗国小 花开两朵 各表一致 戴宗朝廷里边是这种情况 那史朝义那边的燕朝呢 其实啊 他比戴宗舒服了多少 史朝义名义上 是当了燕朝皇帝了 可日子可并不好过 登基这么一年多来 他和各方唐军数度交手 基本上没打一场胜仗 不但没把局面玩大吧 反倒地盘呢 越玩越小 史朝义就感到强烈的沮丧了 这不行啊 是不是啊 我能这样吗 不过到了唐朝 保应元年的夏天呢 史朝义的心情忽然好了许多了 为什么 玄宗和宿宗 短短十几天里 俩人相继翘了辫子了 李唐朝呢 现在忙于内部的权力博弈 和利益重组 自顾尚且不暇 短时间内 肯定腾不出手来 对付史朝义了 史朝义决定利用这机会啊 我植入关中 吸取长安 当然了 光凭史朝义本身的力量 那肯定不够的 他必须寻找一千万里的同盟 可是放眼天下 谁可以做他的同盟呢 史朝义的答案是 回和人 又有朋友奇怪了 这回和人这几年 不一直是李唐的盟友吗 怎么史朝义啊 反过来还要他们当盟友呢 这回和人在战场这么多年 对燕军造成多大重创啊 但是问题是大伙记住一句话呀 没有永远的朋友 没有永远的敌人 只有永远的利益啊 回和人当初之所以跟唐朝结盟 唯一的原因就是贪图唐朝的金箔和子女 那既然如此了 史朝义为什么不能同样以此相诱 让他们跟自己结为盟友呢 思虑极此 史朝义随即修输一封 派人就送给了回合的邓李克汗 说了 唐氏相继出现大丧 如今中原无主 克汗最好火速发兵 与我一同攻去长安 收起福库 这话一说不出史朝义所料 一见到福库俩字 邓李克汗的眼睛啊 瞪的比牛都大 其实早在史朝义发信之前呢 邓李克汗就已经知道 悬俗二宗的病轰的消息了 他这反应和史朝义一样 心仰难耐 我不趁这个机会 我打劫一把啊 我这没有这么好的机会了 可如今史朝义既然主动提出跟他联手 邓李克汗当然不会错误这个趁火打劫的好机会 太好了 还有别人联手 太好了 报应元年夏天 邓李克汗亲率大军南下 冰封直指关中 此时呢 唐帝国由于连年战乱 致使周线残破满目创意 回合军队一路南下 沿途所见几乎都是一片废墟啊 由此更生清唐之至 不把唐朝看到眼里了 可是当邓李克汗率部呢 禁至三寿祥城的时候 这个三寿祥城啊 分别是位于今天内蒙古五元县西北 还有包头市和拖个拖县南边 这令他尴尬的一幕就发生了 怎么回事呢 就在他大举南下的同时啊 唐代宗李玉也已经派遣使者刘青坛北上了 准备和回合重修就好 请求发兵一同征讨使朝义 可是当刘青坛千里迢迢赶的回合王庭 就是今天内蒙古的这个 今天蒙古的哈尔和林市的时候呢 邓李克汗呢 已经起兵南下了 刘青坛慌忙又掉头往回赶 终于在三寿祥城一带呢 是追上了回合军队 他立刻向邓李克汗称上国书 啊 说了 先帝虽弃天下 今上祭统 乃昔日广平王 与叶护共受两经遮掩 邓李克汗就是当年的叶护王子啊 与当时的广平王李处曾结为兄弟 当然说了 出于政治目的而结拜的这个 所谓的兄弟一文不值啊 这说说判就判 说反就反 说啥就啥 但是此时的邓李克汗 好歹也算是兄弟 这不免呢 有几分尴尬 毕竟你说人家刚刚登基 是不是啊 自己悍然入寇 不仅有违道义 而且师出无名啊 毕竟那也算是自己兄弟 我话又说回来了 恰恰李玉刚刚登基 权力未稳 这才趁活打结的好机会啊 一想起尝尝那俯库 邓李克汗的眼前走是金光闪闪 要不趁此良机狠狠干的一票 这邓李克汗说实在的心又不甘 你更何况 他这次几乎把回合的精锐全拉出来了 手里这帮兄弟们都眼巴巴等着分战利品呢 总不能让他们两手空空回去吧 人不为己天主地灭 管他出师有名而无名啊 主委已决 邓李克汗即可命大军继续前进 同时把唐朝的使者刘青坛软禁起来了 刘青坛急了 那跟热锅上的麻一似的 最后好不容易避开回合人的监视 派快马赶回长安报信 说了 这回合举国十万种质疑 接到这一则十万火急的战报 李唐朝的大危震害 带宗慌忙派遣 殿中间耀子郎 携带数量可观的金箔 急急忙忙的北上 劳军呢 这劳军俩字咱们的大人引号啊 说是劳军 就是上钢去了 同时呢 用命驻杂的分舟的这个啊 山堤焚羊 今天山西焚羊 普古怀恩赶紧去和回合人谈判 普古怀恩不止不仅一直是李唐和回合人之间牵线搭桥的人物 而且现在啊 还拥有非同寻常的身份 怎么着呢 普古怀恩现在是邓里克汗的岳父 你老丈人 你这玩意能受不了受不了 当初回合克汗 帮宿宗收复两经以后 就给儿子叶虎求婚 宿宗就做主 把普古怀恩的女儿呢 嫁过去了 叶虎即位之后 普古怀恩的女儿呢 就成了回合人的王后 邓里克敦了 所以呢 如今除了普古怀恩 恐怕是没有人能挡住 回合人的兵风了 普古怀恩奉命北上的时候 回合大军已经近抵新州 今天山西新州市 距离重镇太原呢 已经是近在咫尺 咱们知道太原 那是唐王朝的龙兴之地 这一见到女婿之后 普古怀恩详细的 为他分析了眼下的姓氏 他告诉他 唐朝啊 是 现在屡遭变故 但是呢 那是正说 根基仍然强大 天下人心也还在礼堂 反而你再瞅使朝义 士父篡位 跳梁小丑啊 转眼就会败王 简言之 你跟这种人结盟 和唐朝为敌 你不明智啊 他将来败了 谁帮你啊 是不是 这时候登里克汗 那也是碍于面子 你既然老这儿 都出面了 对不对 而且分析的 也是有道理的 这登里克汗也只好呢 就放弃劫掠 长安的打算 他随即前史上表 表示愿意 帮唐朝 争讨使朝义 当然了 登里克汗之所以 做出这种 180度的转变 可绝不仅仅 看在老这儿的面子上啊 如果普古怀恩 和戴宗朝廷 不是给他许诺了 什么好处 他肯定是谁的面子 也不会给的 换句话说 不抢长安可以 但你总得给我一个地方 让我去抢去 什么地方啊 东京洛阳 为了保住长安 代宗朝廷 将再次把洛阳 卖给回合人 反正几年前 李渔已经卖一回了 那时候他还是李处呢 是吧 现在再卖一回 又有何妨啊 经过普古怀恩的努力 李唐朝廷 总算跟回合达成了协议了 但是回合大军 要沿什么路线进攻洛阳 这成了双方争议的焦点了 邓里克汗是打算的 从蒲馆今天陕西大理县东侧 渡过黄河进入关中 经沙院今天大理县南侧 再出同关东京 但是朝廷特事要脏一听了 就觉得不妥不行 赶紧建议人 你这不行啊 关中屡遭战乱 周线萧条 无意供养大军 恐怕会令克汗您失望 如今叛军近在洛阳 请大军东出太行山 自土门南下 土门就是今天河北路 攻略行州 今天河北邢台 明州今天河北永年县 魏州今天河北魏徽 淮州今天河南沁阳 最后呢 再挺进洛阳 如此便可取叛军 资裁一共大军所需 有朋友说了 这两条路线 有什么区别 打就打呗 怎么还在路线上 还争啊 会和人走哪条路线 无关大局啊 反正他最终目的 就是把燕巢灭了 不就完了吗 拿下洛阳不就得了吗 可事实上这里头 可是有文章的呀 啊 当然了 没有马一粒在这啊 回和人之所以想走观众 目的当然是想以筹备 军需为名 劫掠那观众的财富 而耀子昂之所以建议 回和人从河北南下 是因为 行明等周呢 是燕军的地盘 走这条道 既可以保护唐朝 辖境不被回和骚扰 又能让回和人去除掉 燕军的巢穴 收复唐朝的尸地 那是一举两得呀 但是问题是 邓里克汗他是傻子吗 他不傻呀 他千里迢迢 从大漠跑的中原 可不是来替唐朝 卖命的呀 而是来发财的 所以走哪条路 是给唐朝当炮灰 走哪条路 才能轻轻松松 发个大财 邓里克汗 心里明镜似的 因此呢 对于要藏的建议 他就回答一个字 不 平时没 要藏很无奈呀 要藏也知道自己 属实不让人抢 你说实在 人家就答应了 让抢了 你不抢 这事有点难办 所以他就让步了 提出另一件 那什么 要不您带着军队 您从呢 这个太行行 太行八行之一啊 今天河北不爱县北侧 您从这 河南不爱县北侧 您从这呢 出来 南下夺取何印 今天河南郑州 是西北方 你掐住燕军的咽喉 然后再拿洛阳 你看行吗 很显然 这个建议 还是想指使 回合人去打硬仗 因为恶手 何印就等于 挡住了可能来源的 河北燕军 又截断了 史朝印的退路 史朝印要是被逼急了 那还不得跟回合人拼命啊 邓里克汗 才不想当了袁大头 哇 凭什么给你唐朝 当炮灰 所以他的回答 还是一字 不 药子昂没辙了 一想起 这人是聪明啊 哎呀 看来回合人 不是他想象的 那么好忽悠的 这帮人不见兔子不撒鹰 在得的明显好之之前 不可能替唐朝 出半点力气 怎么办 而且就算出力 他也绝不会替唐朝 独当一面 顶多就是帮 唐军冲冲门面 在旁边 敲敲锣打打鼓 就那么回事了 最后啊 耀子昂只好再退了一步 拿出第三个方案 请回合军队 自陕州大阳津 今天三门峡市 北黄河渡口 渡过黄河 由太原仓 三门峡市西侧 负责供应粮草 及所有军需 然后与唐朝 诸道军队 一起东进 那么 邓里克汗 是否接受 耀子昂 这第三个方案呢 与之后是如何 且听 下回分解